台北市長的最新民調數字 柯文哲是勝過了 連勝文13% 現在進入一場拉鋸戰 如何博得選民的認同呢 柯文哲是出書來談政策 而連勝文則是近身肉博 說要用直銷的方式 面對面希望能夠拉近 看民眾的距離 柯文哲的第二本新書 將要上市 從朋友部署的角度談科P 從一到從正的改變 政治沒有那麼困難 政治只是找回良心 政治人物如果防止自己化 就是推到明間 走在明間 其實說話上的直率 一直是柯文哲的趙門 他自己也知道 我最大的缺點 就是供高偶慢 就很喜歡 很喜歡講一下智商第一 這就是缺缺 在此出書 柯文哲知道自己的定位 他要用文宣戰 人民調顯示 目前科P壓過連勝文13% 而且一路領先 看來這是一場差距 十萬票內的肉博戰 所以我常常現在都講說 我自己是在做直銷 我說我掌握機會 我只要每次遇到有人 哪怕不到十個人 那我們就盡量的去跟大家溝通 所以我一天下來到晚上 通常都已經沒有聲音了 拉近距離 想要淡化選民 對權貴的刻板印象 連勝文說這是直銷 face to face 他說很有信心 我基層尤其是到這種 最基層的這個 去拜託 去請託 去跟民眾互動的時候 我們信心又來 所以我們現在是越走越有信心 兩人已經敲定 第一場辯論會轉播台 而連陣營也簽訂 由中式轉播第二場辯論會 接下來就看兩人 又沒有共序 今天晚上張俊蕙 台北採訪報導